面對家庭成員的先世 人們希望聚會舉行葬禮和告別儀式 但是現在 他們常常不得不通過Zoom等網站 參與喪葬儀式 哈德遜會中的一名成員的母親上個月去世 不是因為新冠病毒 她想與兒子和其他家人一起坐飛機參加葬禮 但是隨後 一家人通過遠程方式參加了喪葬儀式 明尼阿波利斯的一名伊瑪穆說 穆斯林社區也正在適應 不再清洗可能攜帶新冠病毒的逝者的屍體 在大批人不幸死於新冠病毒之後 教宗方濟各上個月為一群前線人員祈禱 他們就是殯儀館的工人 新冠病毒改變了所有信仰的正常宗教習俗 但是參加遠程方式 確實能提供一定的慰藉 哀悼對幸存者很重要 這是在丧親和孤立的時刻 分享親人儀式的新方法 美國之音 奧沙利文 洛杉磯報導